有下球可以单叫 白球可以从粉球和红球中间穿上去 如果没有下球就要去K球了 看来是去叫中带了 那么这颗红球还是有可能是没有下的 之前提到的这三颗红球最上面那颗 这个角度应该不是想K球吧 这球可以直接去叫 直接叫右边的 上方右边那颗 看来这个和红球形成了一个像这三颗红球 K球的这么一个角度 还好 刚好 你觉得好像粉球吃住了一样 这杆球是想能够用中低杆去扫一下三颗红球上方的这颗红球 但没有扫到 篮球打底带 K球 没有扫到 只能够被迫去打防守了 拿下32分把比分追进 好漂亮 太短了 太短了 对 对 对 好球 看看白球 力量 能不能够停住 哎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 这杆两裤的解球 解薄球 白球回去 解的还是很漂亮 任何世界最顶级的选手也是算不到回去之后刚好是摔带 这杆 这杆如果再准进的话 这局有可能拿下 嗯 没有打进 看看中袋 粉球应该是没有挡到 给你会有机会 刚好有一点角度高杆来弹一扩 哎呀 真的也出现问题了 砸厚了一点点 左边的这颗红球 篮球是没有挡到啊 有进攻的机会 看长台啊 艾伦敢不敢去打 看还是去进攻了啊 这球一旦要是打进啊 滴杆就可以去叫到咖啡球 哎呀 真是准啊 用强滴杆往回 拉回来啊 目的是 万一不进啊 也不给了 一定会留下这个 中间的两颗红球打中袋的这种机会 嗯 那现在打进之后 拉回来这个位置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篮球 哦 真是准啊 这个线路也是控制的很好 刚好是避开了这个绿球啊 弹两过 现在这两个红球给清掉之后 肯定是要超分的 嗯 已经领先22分了 好漂亮 黑球的角度做得太舒服了啊 刚好就是一个中竿烧低一点 不用吃酷啊 从篮球左边上去叫中袋 看来今天会面对一个更严峻的比分啊 0比5落后 11局6胜 有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奇怪啊 为什么半决赛的时候状态这么好 到决赛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变了 嗯 其实也很正常 一个原因呢 是 这段时间啊 正好是 所有的世界顶尖高手 是一个调整期 对 算是一个休假期 毕竟是 熬战了一个赛季之后 大家都应该放松放松 松弛一下 呃 另外呢 这个江苏精英赛呢 并不是战赛 对 是一个这个邀请赛 所以呢 这个在比赛中呢 职业高手们也是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这个72版武艺 都展现给大家 嗯 表演的性质呢 也比较大 对 有时候有些球打起来 可能并不是那么严谨啊 嗯 尽量把这个最漂亮的技术展现给观众 对 这样的话呢 也是容易产生这个很多失误 嗯 你看刚才的这根慢镜头的重放就是 今天会想去扫这三颗球没有扫到啊 嗯 这根是运气比较差 应该说在 这两盘 第四盘第五盘当中 今天会都是有机会没有能够把握啊 那第五盘的最后剩三颗红球的时候 这个中带啊 对 对 所以呢 有去 那 出品 出品 出品